Hello,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今天为大家带来英国动作奇幻电影《猫女》 每天努力搬砖的美女社畜,加班加点给老板干活 结果却被老板派人追杀 明明掉进海里一命呜呼了 却又被神秘猫咪从阎王那里拉了回来 从此之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得越来越像猫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影片开始,这个女孩名叫菲比 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广告设计师 即使她的工作完成得都非常用心,兢兢业业 但老板一不高兴就会毙掉她的稿子 时不时还会威胁她,要她卷铺盖走人 为了保住饭碗,菲比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唯有在家里画画时,她才能稍微放松一下 这天早上,菲比突然看到窗台上有一只猫咪 等她好奇地走过去时,猫咪却又跳上了狭窄的高台 看到小家伙似乎卡在了那里 善良的菲比很是担心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攀出窗外 试图把猫咪救下来 谁承想,一脚没踩稳 她自己反倒先命悬一线了 由于脚下的支撑物随时会脱落 菲比只能双臂紧紧抓住窗台的外延 楼下街道上的人一片惶恐 此时,警察汤姆刚好开车路过 以为菲比要自杀 一边安抚她的情绪 一边迅速朝楼上赶来 就在菲比凌空坠落的那一刻 警察从阳台上拦腰抓住了她 等两人重回到房间时 菲比才发现 那只猫咪已经在自己家了 她不由地大吃一惊 这小东西是怎么进来的 面对警察的救命之恩 菲比还没来得及感谢 就发现自己上班即将迟到 匆忙地出了门 也没注意到 钱包掉在了走廊上 好在警察捡了起来 还根据里面的名片 专门送去了菲比的办公室 两人顺带订下了一个明日的咖啡制约 眼看一段浪漫恋情即将展开 菲比却惨遭横祸被人杀害 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晚上下班后 菲比让设计主管取走自己新设计的稿子 可对方却说临时有事来不了 不得已 菲比只好带着稿子亲自送去老板那里 因为对方之前说过 必须要在子夜之前看到最新的设计稿 要不然 菲比就得卷铺盖滚蛋 听主管说 老板现在在工厂 菲比便一路找了过去 这时的工厂研发经理办公室里 老板和妻子以及研发经理 正在秘密商讨着什么 等女主找过去时还没进门 便看到办公室的大屏幕上 有一张女人的烂脸模型 原来老板公司最新研发的美容霜 美玲有问题 它里面的成分会让人产生依赖性 一旦停用 消费者的脸便会开始毁容 而且是不可逆的 老板和老板娘正在让研发经理想办法 避开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 成功让该产品上市 由于离得比较远 菲比没听到三人的具体谈话内容 只听到研发经理愤怒地说了一句 我不能容忍把人变成怪物 菲比心中一惊 意外碰到了身后的办公桌 这一动静立刻引起了办公室里 所有人的警觉 菲比下意识地转身就逃 老板当即通知两个保镖 抓住偷听者 而老板娘给的指令则是杀物社 虽说菲比一路上运气很好 夺过无数子弹 可却误打误撞地跑进了处理废水的管道 随着一个保镖开启装置开关 一股带着摧毁性的废水便涌了过来 菲比随即被冲进了大海里 而她因为不会游泳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溺死的命运 当她的尸体在海水中沉浮时 一只硕大的猫咪幻影 竟隐约出现在附近 画面一转 菲比的尸体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来到了岸边的礁石上 一大群猫咪从四面八方朝她缓步而来 为首的一只猫咪还踩到了菲比的身上 而她正是中午时分 菲比为救她差点摔死的那一只 只见她对着菲比的脸张开嘴巴 一缕白色的气体从中飘出 紧接着奇迹发生了 菲比早已扩散的瞳孔 突然变成了猫一样的杏人眼 整个人竟重新活了过来 再次看到眼前的世界 菲比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而此时的她似乎也不再是人类了 现在的菲比眼睛变得万分敏锐 不管是远处天上的海鸥 还是地上爬过的小小蜘蛛 她总能第一眼就捕捉到 而且就像是近在眼前一般清晰 回到自己家楼下时 她的第一反应竟不是走楼梯 而是轻轻一跃就顺利跳上了阳台 第二天被电话铃声吵醒时 菲比直接从高高的置物架跌落了下来 她为什么放着床不睡 反而睡在那里 而且摔下来之后 菲比也没觉得哪里疼 她似乎完全忘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那这猫咪突然又出现在了橱柜上 她总是神出鬼没 再看到眼前碎了一地的窗玻璃 菲比还以为是这只猫咪干的 不禁有些生气 便从猫咪的项圈上 找到里面的地址字条 想着将其送回主人家 那是一个中年女人 对方还热情地邀请菲比进屋 她这时才赫然发现这个女人的家里 简直堪称猫之国 到处都是各种品种的猫咪 而菲比来还的这一只名叫紫叶 主人说 它是一只埃及来的稀有品种 而且有着非凡的能力 还说菲比现在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应该是猫咪给予了她特别的光彩 菲比听到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只觉得这女人有些神神叨叨的 浑身都让她很不自在 说着并起身准备告辞 就在这时 女人扔过来一个黑色的圆球 菲比下意识地就抓住了她 还直接凑到自己鼻子上猛吸 像是十分喜欢的样子 女人见了 只是笑着把球重新拿回去 并介绍到 那是猫薄荷做的玩具 菲比更加震惊了 她为什么突然喜欢上了猫喜欢的东西 一切愈发地不对劲起来 在回到办公室之后 面对老板的大声指责 菲比也不再唯唯诺诺 反而当面回击 说她是个没道德的自大狂 当众出丑的老板大发雷霆 直接就吵了菲比鱿鱼 可刚硬起了一把 菲比突然又变回了自己原来的人格 为自己的鲁莽后悔不已 可是已至此 她也只好接受现实 等结束这些糟心事后 菲比才突然想起来 她好像忘了 和警察汤姆的咖啡之约 为了表示歉意 她专门买了一杯咖啡 去请求汤姆的原谅 男子汉也够大肚 笑着就把此事翻篇了 这天 汤姆在小学里 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 结束之后 两人就在一群小学生的起哄下 开始篮球比拼 菲比嘴上说着 自己没有运动细胞 小学之后就没摸过篮球了 可拿到球之后 竟然玩得相当溜 包括汤姆在内的所有人 都大开眼界 尤其是菲比的一个高空扣篮 更是赢得了满堂彩 对她颇有好感的汤姆 还调侃道 你这可不是没有运动细胞 分明就是篮球明星啊 当时菲比正在兴头上 也没多想 只以为发掘了自己的运动潜能 又或者是气氛到了 身体便不自觉地协调了起来 回到家后 菲比和朋友打电话 分享约会心得 在此期间 却一直上蹿下跳 做得十分自如 她还买了很多猫罐头回来 吃得津津有味 半夜楼对面的邻居 开派对扰民时 菲比直接破门而入 只一下就把一个壮汉放倒在地 彪悍的武力值震慑了全场 也换来了她想要的安静 菲比明显意识到 自己最近变得很是奇怪 可到底为什么会如此 她却始终不知道 但有一点 菲比可以确定的是 她喜欢这些改变 那让她不再胆小懦弱 自我认可了之后 菲比就彻底选择了放飞自我 抛开原来的布群 用一身性感皮衣 取而代之 杂乱长发变成酷帅短发 素面朝天变成烈焰红唇 骑着摩托车 在夜晚的街道上迎风狂飙 晚上看到持枪匪徒 抢劫珠宝店 还能徒手对战 以一敌众 完全是超级英雄一样的存在 只不过和英雄不同的是 在兴奋之时 她自己又把那些珠宝带回了家 等第二天清醒过来时 菲比才发现 她竟然做了大道 于是又赶忙把珠宝都还了回去 经过这次的夜访珠宝店 菲比也留意到 她的奇怪举动和猫咪极为相似 而且一到夜晚 身体就好像被另一个灵魂完全控制 白天醒来时 又不太记得晚上发生的事 于是她便上网搜索起了 关于猫咪的各种资料 还再次看到了子叶的照片 那出现在一篇关于猫咪的论文中 里面还提到了子叶种族的神秘来源 正是上次菲比去还猫的那个女人写道 好奇之下 菲比又来到了那个女人家 试探性地问起了自己身上的种种奇怪现象 对方也直言不讳 告诉菲比 她死后又重生的事情 子叶早知道她命数将近 会死于溺水 所以才提前出现在菲比家的窗台上 以此测试她是否值得依旧 菲比的善良让她通过了测试 子叶就此决定帮她重生 让她在死亡之后开始新的人生 现在的菲比不只是人类 而是猫与人结合的猫女 不但获得了猫咪身上的优秀特征 比如视觉、听觉、嗅觉提升 以及敏捷的跳跃能力和超强的战斗力 只要菲比能接受自己的新身份 便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做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经过好一段心理建设之后 菲比适应了这一切 也决定找之前伤害她的那些人报仇血恨 第一个就是追杀菲比的那个保镖 菲比在一个酒吧里抓住了她 逼问之下得知 当初之所以对菲比赶尽杀绝 是因为新产品美龄有问题 老板怀疑她听到了这个秘密 听到这儿 菲比才明白过来 当时自己看到的那几张烂脸模型是怎么回事 随后 她又来到了产品研发经理的办公室 结果对方正倒在地上 胸口的衣服上还有血迹 看起来像是刚死去不久 那天菲比被追杀前 她似乎就听到此人反驳了老板一句 无不能容忍把人变成怪物 看来经理真是被人灭口了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老板派人干的 菲比正陷入回忆中时 一个工厂职员竟然过来了 看到地上的尸体 当即就怀疑菲比是凶手 随后整个工厂就警铃大作 菲比赶忙从通风口逃走 第二天她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好友兼同事 电视上正在播放警方通缉神秘猫女的新闻 而且是以杀人嫌犯的名义 与此同时 那个自大狂老板猫哭耗子 为死去的员工痛心不已 但依然坚持让美玲上市 好友之前在公司时 就拿到了新品的试用装 而且用了有一段时间 最近住院也没查出来病因 但时常觉得头疼 菲比怀疑 她这就是用了美玲导致道 这要是推向市场 岂不是有更多的消费者受害 无论如何 她都不能让美玲推向市场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因为珠宝抢劫案和产品经理被杀案 警察盯上了猫女 便一直在想办法调查她的来历 这天 汤姆约菲比去了游乐园 在培养感情的同时 顺便向她打听 是否有人和她之前供职的化妆品公司有恩怨 菲比直言 那可有很多人 比如被开除的她 警察不由地被她的玩笑逗笑了 之后两人做露天抹天轮时 机器突然出了故障 胡乱地抖动 操作人员一时半会儿也修理不好 上面的游客岌岌可危 汤姆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当即爬下去控制机器 而此时的菲比看到一个小孩就要掉下去 火速窜到了她身边 成功保护了孩子的性命 底下的人纷纷拍手叫好 而汤姆都没来得及看到菲比怎么爬过去的 只觉得不可思议 菲比有些羞涩地笑着表示 他是照着警察的方式才做到的 谁能料到 现在这对暧昧的男女 到了晚上竟成了倒戈乡向的敌人 夜晚来临时 菲比又换上了她的猫女装扮 跑到老板娘家里 逼她说出老公的行踪 接着 在一个剧院里 菲比找到了正在看表演的混蛋前老板 直接一个铁爪抓花了她的脸 还威胁对方放弃美龄的上市 否则等待她的就不只是毁容了 可就在这时 汤姆却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了这里 不用猜 肯定是老板娘抱得紧 在逃窜期间 菲比还故意近距离地挑逗汤姆 问她喜不喜欢自己 没想到 这竟还是个纯情的男人 直言自己已经心有所述 这个答案 让面具下的菲比颇为满意 眼看现场一堆警察跑来跑去 却没有一个能抓住猫女 最后只能任其逃之夭夭 再次和汤姆约会时 菲比答应了对方的表白 还带着她去家里过了夜 正所谓 王者一旦动了情 一秒就会变青铜 菲比也是如此 她本以为自己能在汤姆面前 hold住双重面孔 可事实证明 她还是太过自信了 汤姆意外发现了 地板上的一个锋利的指甲装饰 是菲比猫女装上不小心掉落的 她当即就明白过来 菲比就是和自己交手的猫女 自觉被骗得汤姆失落至极 菲比醒来后不见爱人的踪影 只有桌上的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游戏结束了 她当即意识到 对方发现了一切 而两人的感情也算是完了 这边菲比正落寞之时 老板娘打来电话 说想要报复出轨的老公 可以和菲比合作 一起阻止美龄的上市 菲比信以为真 却没想到 这其实是一场为她而设的鸿门宴 深夜换装后 菲比来到老板娘家商讨细节 没成想 对方不但提早杀了老公 还伪装成是猫女的作案痕迹 更给菲比设下了天罗地网 这很多的女人直言 背叛她的人得死 想要破坏她上市计划的人也得死 这时 早已设服的警察迅速赶来 菲比虽然惊险地逃了出来 可当她回到家后 没想到汤姆竟等在这里 外面也响起警车的声音 此时的菲比本来依旧可以逃走 但她却没有 反而顺从地跟着昔日的爱人 回了警局 因为她不想汤姆误会自己杀了人 想让她知道 前公司的新产品有毒 还有老板娘的真实面目 可是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 菲比就是杀死老板的凶手 她无力辩解 只能哀求汤姆相信自己这一次 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 现在的她是最真实的 看着这双真诚的眼睛 汤姆想到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她不顾自身安危 也要救下窗外的一只小猫 这样的女孩子真的会杀人吗 汤姆没有肯定的答案 晚上的时候 菲比独自坐在牢房一角 看到窗外不远处 美龄的上市预热广告牌 她感觉自己不能这样坐等下去 可被困于此 要如何逃出去呢 正这样想着时 猫咪子叶从铁窗外挤了进来 像是专门来给她启发的 既然她是猫女 应该也可以 于是 菲比有样学样 从监狱的铁栅栏中挤了出去 还拦截了一台车 随后就来到前公司的工厂 故意在案中搞破坏 阻止那些带着新产品的货车出发 与此同时 汤姆来到老板娘的办公室 想了解那天她丈夫被杀的具体情况 从对方的描述中 汤姆明显听出不少纰漏 比如为什么在研发精力尸体上 没有猫爪印 而在她丈夫身上却有 老板娘回答不上来 再加上两次的案件中 菲比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老板娘眼看警察 怀疑上了自己 也没有辩解 而是先下手为强 直接朝汤姆开了一枪 当她准备继续杀人灭口时 菲比突然出现 当场来了个美女救英雄 老板娘紧跟着追了出去 和菲比来了一场近身肉搏 一番激烈博弈后 老板娘竟跌下了万丈高楼 汤姆也干掉了追杀她的保镖杀手 不久之后 美灵有毒的真相也大白天下 一切尘埃落定后 菲比却给爱人留了一封告别信 独自离开了 她虽然爱汤姆 但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会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直到获得真正的自由 影片结束 猫女上映于2004年 是由奥斯卡影后 哈利贝瑞主演的一部奇幻动作片 作为影片最大的看点 猫女变身后的一举一动都可圈可点 比如像猫一般的敏捷身姿 强悍的武力之 还有撩人的身材和眼神 但回到爱人跟前 她又变成那个自卑羞怯的小白兔 两副面孔之间的切换 有人有余 虽说我们常常把一些女人比作猫 觉得她们温顺又可爱 但殊不知 那迷糊的外表下 还藏着反差极大的另一面 就像影片里的猫女 神秘而高冷 性感又残忍 复仇之后还能抛下红尘 自由地独身前行 空留一个背影给痴情的爱人 让人又爱又恨 这简直就是猫咪本描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